五十三 才智之初厌实于有违法也 其经验之徒由知识见顾 由事之道则事广才衡 世间上的一切事情 无论是看得到的或是看不到的 只要是意识所能察觉到的一切 意识能起分别的一切事物 或有形或无形都称为有违法 我们一个人的才华和知识 智慧和聪明 都是从一切有违法当中 经过实践而总结提炼 鉴别出来的 所以说实践出真知 因此我们的经验 都是由知识去具体进行 鉴别一切有违之法 并分别于每一有违之体的 因缘别相而得到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 自然而然就会学士渊博 才气横溢